明朝的阎官主要有督察院御室和六科几室中 御室巡室各地被称为道官 几室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被称为科臣 有风薄的权力可以否决皇帝的决策 阎官制度由明太宗朱元璋创立 目的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觐见 以及时批评皇帝的错误 保障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权 为此朱元璋还亲自主持编撰了皇民祖训 这部典籍对朱元璋后世子孙具有绝对的权威 后世的大臣们可以拿着皇民祖训去告诫皇帝 不仅不用担心受到处罚 而且还能赢得好民间 阎官制度初衷是好的 但是在执行较长的时间后 却慢慢走样 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 由于阎官们把民节看得过重 甚至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 也要管皇帝的家事